就是民進黨很喜歡腦補啊 反正所有對他們不利的、不好的 全部都抹紅就對了 這就是民進黨的SOP 可是這次選舉結果已經告訴大家了 就是民眾對他們這樣的說法 其實很膩 真的很膩 民進黨應該要檢討自己 為什麼在國會 民眾沒有投下多數給你 不就是因為你這八年來 柯建民你 敲得太厲害 敲得太難看 國會改革都沒有做 才會讓大家導致這麼多民眾的反感嗎 大選剛落幕 立法院進入新局 由於藍綠都未能單獨過半 也讓立院龍頭之戰 備受關注 而民進黨立院黨團總召 柯建民日前受訪時 不僅說出民眾黨的巴西立委沒有用 並稱韓國瑜角逐國會龍頭 未來受制於中共的可能性很高 並表示民眾黨若票投自家 便是保送韓國瑜 和國民黨一起沉淪 對此國民黨新科立委 徐巧鑫也受訪分享看法 人家是狗嘴裡土不出象牙 他是柯建民嘴裡土不出好話 都已經要過年了 我們剛才在討論春聯 急不急的離離的問題 柯建民講話呢 還是如此的不吉利 讓大家就覺得 難怪他是一個算是在台灣社會 非常被厭惡跟討厭的政治人物 就是我不是民眾黨的 但我也覺得 這個對於小黨之間 我們要有一定的這個尊重 那未來才有合作的空間 那也有競爭的可能 但是你隨便把巴西的立委 都說成是沒有用 我覺得這也不尊重選民 去選出這巴西的名義吧 對吧 所以應該是說 你覺得他的理念 他的論述 他的看法 跟你有什麼不一樣 在這個價值上面 跟對方去辯論 我覺得OK 那你直接 因為人家席字比較少 就說對方沒用 我覺得這種說法 真的會讓一般的選民 就連我不是民眾黨的 我也會覺得有點過分了 我覺得這個柯建民的說法 就像蔡壁如昨天說的 他喜歡欺負新人 以老賣老 那他現在似乎 還是在做這件事 就是民進黨很喜歡腦補啊 就像我的春聯 他們就可以用 中共的這個鄉村 農村民俗說法 說許曉青不吉利 然後呢 現在國民黨推出的 這個立法院長 副院長 他們又要說 中共要下指導期 選舉的時候又說 TikTok認知作戰 反正所有對他們 不利的不好的 全部都抹紅就對了 這就是民進黨的SOP 可是這次選舉結果 已經告訴大家了 就是民眾對他們 這樣的說法 其實很膩 真的很膩 所以希望民進黨 應該要檢討自己 為什麼在國會 民眾沒有投下多數給你 不就是因為 你這八年來 柯建民 你喬得太厲害 喬得太難看 國會改革都沒有做 才會讓大家 導致這麼多民眾的反感嗎 其實我覺得 他這樣子的說法 反而是在打臉 他們剛當選的 賴清德總統 因為賴清德這個總統 當選人根本沒過半啊 照他這樣子來講的話 那是不是 這個賴清德 是最沒有民意基礎的 最不適任的一位總統呢 這可是你們民進黨 自己所推出的總統候選人 沒有拿到50%不是嗎 所以按照規則來說 如果是他講的那樣 就是說民眾黨投自己 然後我們投我們的 他們投他們的 然後導致最後韓國瑜 江啟成這個組合能夠過關 那不管他的票數是多少 他就是我們的政府院長啊 這個沒有什麼意義啊 所以我會認為說 其實柯建民 又一方面跟民眾黨說 如果你跟國民黨合作的話 你就是小藍 然後你就是怎麼樣又怎麼樣 那同時你又一直希望 可以跟他們合作 這種做法有點像是 恐怖情人的感覺哦 我覺得對於民進黨的整體形象 沒有加分 只有扣分